好了,我們看看這條條件的方法 第一條就是要化解這個expression 然後把答案用positive index顯示 先抄一條題目 我們要做的是把分母的三次方 就是乘入裡面 變成A的-9次方 B的-12次方 分子仍然是A的-3次方 B的-2次方 然後我們用回 同底相除,次方相減,底不變 所以變成A的-3-9次方 B的-2-12次方 即是A的6次方 B的-14次方 但要留意,答案用正指數表示 同時B的-14次方 就變成分母 B的-14次方 分子就是A的6次方 第二條就是要令R做這條公式的subject 即是答案的格式是R等於某某某某某 這個整個扔到旁邊 要加一個括號給它 所以3R-4S 就等於K 乘2R加3S 將K 下一步就要這樣乘入 因此 變成3R-4S 等於2K R加3SK 然後看回我們要R做subject 所以我們把有R的放在左邊 3R-2KR 就是一邊 沒有R的放在另一邊 3SK-4S 好了 接著就抽CF R 就變成3-2K 這裡就抽CF S 括弧 這裡是4加3K R就等於4加3K乘S 再除3-2K 這樣就做到這條 到第三條 這個字Factorize 是說明要因式分解 即是答案的格式 就要有一堆的括弧 在這裡 所以A part 這裡 Beta2次加4乘括弧 Beta加1 有同學不以為就這樣乘開 就算數 把4乘開就算數 其實不是的 你要把這個 就用回 perfect square的公式 變成Beta加2 all square 這樣才做完 到B alpha2次-beta2次-4 beta加1 這裡就小心一點 很多同學 就把alpha2次-beta2次 先factorize 發覺做不到 我們要做的就是 用回A part結果 抽個符出來 變成Beta2次-4 括弧 變成Beta2次-4 括弧 變成Beta2次-4 後方你會發現 其實就是A part的東西 就可以變成Beta加2 all square 這裡就是一個典型格式 x2次-y2次 變成x加y 乘x-y 不過在這裡寫的時候,你要小心一點 就變成前加後 有括弧括著β加2 乘前減後 這樣 所以,最終會是alpha加β加2 alpha減β加2 這才是最終答案 第四條 有一件玩具的定價是$510 然後一件玩具,as a discount of 40% 即是中文的6字 日文售價 也很容易計 只要把定價 成回 60% 即是1-40% 這樣就可以了 306元 B 如果賺2% 便會問回成本 通常,問到成本便要let x let x be the cost 因為問到最原本的數 通常問最原本的數 就是let 未知數x x乘1.02 這就是賺的% 再加上原本的成本 所以就乘1.02 就等於306 就等於setting price x就是300 所以cost就是$300 整件事你看到就是這樣的 成本價是$300 它是$510 賣出去就是$306 OK 可以嗎? 510 x0.6 就出了setting price 對於成本價來說 就是賺了2% 好,到第五條了 Solve the following quadratic equation Express your answer in third form If necessary 即是你的答案有機會 用 third form表示 我們看看 a 3x² 加2等於7x 一定要撿回做standard form 即是說 那個叫做a x² 加b x加c 這裏來說 A就是3 b就是負7 c就是2 你可以使用cordial formula 任何的cordial equation 都可以使用cordial formula 沒問題的 不過這裏就簡單一點 你可以選用fatter method 直接用cross method 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你的概念就是 將這兩堆東西 成為等於0 即是說 隨便一堆 是0 所以你知道 x就是1 3分1 或者x就是2 b 以x² -5 x-9 等於0 這裏已經整理了 典型的standard form a是2 b是-5 c是-9 如果你用計算機的formular 然後幫你計算 你會發現出來的答案很散 而且是變成分數 所以 就很大機會 用到擴定了方法 我們就寫了 x就等於 背回來公寫了 先長分數 先 負 b 正負 開方 b² -4 ac over 2a 所以 x就是5 正負 排名分為4 開方 25 再加 8972 即是97 7 你會發現你開不到方 OK 直接 這個作為你的最終答案就可以了 這裡 順帶一提 其實有兩個答案 一個是5 加開方 97 除4 另一個是5 減開方 97 除4 有兩個答案 第五條就完成了 到第六條 這條過了一個比例 哪個是Variable 哪個是Constant 它有寫的 k是Constant 所以 x就是Variable 如果知道 你會撿回正常形式 一定會撿回Ax² 加Bx 加C等於0 這裡 有隱藏1 所以 a就是1 b b 就是2k-1 不行 黏住x的 coefficient c 就是 k²-1 你要這樣自己括著它 所以 到你想答的時候 你就寫 x² 加2k-1 x 再加 括弧 k²-1 等於0 這條equation has 留心了 no real words 一看到這個keyword 即是說 quadrated equation的 判別式 discriminate 小過0 簡單來講 就是開不了方 為什麼呢 recall 這條式 x等於 -b 正負開方 delta over 所謂的delta 就是b²-4 如果delta 小過0 就開不了方 即是說 這條過了的equation 就沒有real root OK 現在題目就說 這條equation 沒有real root 所以 你就可以寫 b²-4a c 小過0 那麼 小心慢慢計 把2k-1 b² 拆開 就變成 4k²-4k 加1 後面就是 4 4乘1 4k²-1 4k²-1 4k²-4k 加1 4k²-4 小過0 你會發現 4k² 小過0 -4k -4k 小過5 兩邊除了 -4 箭咀要轉一下 可以嗎 這樣 k就大過5 over4 第六條就做完了 第七條就說 fx 就是3x²-5x加4 現在fk加1 還是fk-1 就問回k是多少 這裡考慮功能的概念 就是什麼呢 要留意這件事 就是 其實這個x 不一定代表一個單的代表 裏面這個位置代什麼 它跟著這些位置 都要變成什麼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去考慮 f-k加1的意思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代表 然後 x的這些位置 變成 括弧 k加1 拆句好計 小心一點 3不要承認它 變成 k²加2k加1 然後 -5k-5加4 這樣就化減變成 3k2次 加k加2 另一方面 今次用第二隻顏色筆試一下 例如 k-1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可以這樣寫 3 這個位置 某某的二次 -5乘 某某加4 這裡 這些位置 全部變成k-1 就是這樣 3 就保留 不要承認 2k-2k加1 -5k加5 加4 就變成3k2次 -11k加12 好了 現在你要是 fk加1 等於fk-1 等於fk-1 即是說 3k2次 加k加2 等於3k2次 -11k 加12 兩邊的3k2次 就減走了 所以 12k就等於10 k就算是5 6 記得要選擇 第七條 就完成了 到第八條 就說 現在fk就等於 這個平方 回到quotient 和reminder 當fk-2x 加1 去除 找到quotient 和reminder 簡單來說 用長除法 次方最大的 先放 然後順著 被除數放在裡面 除數 deviser 放在外面 接著開始做 2x 乘個什麼數 等於2x 3次方 呢 我們就要想 其實 反過來 就是把2x3次方 除2x 即是x2 接著這個x2 要加1 就變成 加1x2 然後記住 上面 減下面 所以3x2次 減1x2次 剩下2x2次 然後拉1個下來 你決定拉多少個下來呢 這裡有2個 每次你做都要有2個 OK 接著到這裡 好了 前方最大這個 2x2次 2x2次 除這個 間住的2x 是多少呢 就是 正x 所以這裡 就寫 正x 然後這個正x 要成為正1 就加x 有了 上減下 負3x 減1個x 即是負4x 好 接著拉一個下來 到最後 間住前方最大這個 就是這個 負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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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這個 藍色間住的2x 有什麼關係呢 將負4x 除2x 即是負2 然後負2 成正1 負2 最後 上減下 3 那麼 最終結果 就是 綠色筆圈著這個 就是potion 然後 黃色筆圈著這個 就是remainder 然後 加回答句 quotion 就是x2 加x 減2 remainder 就是3 這樣就要做完 好 第9條就是這樣的 a rope 就是一條繩 96cm長 就割了兩部分 每一部分 bang 就是 軸 形成一個正方形 是320cm 就是兩個正方形 加起來 是320cm 面積加起來 是320cm 2 就問每個正方形的邊長是多少 那我就厲害 一個有長x 一個有長y OK 另外就是x x大於y 我當假設 我不知道哪個大一點 我當x大於y 但也可能當它有機會等於 這樣 好了 既然這個是正方形 我們就先寫一些資料 你對於正方形的資料 其實不多 第一 全部直角 第二 全部邊長一樣 所以這兩個正方形的周界 4x加4y 其實就是96 也就是說 x加y 等於 96除4 24 equation 1 好了 另一方面 考慮面積了 x2次加y2次等於320 equation 2 因此你就有這兩個顏色 x加y等於24 x2加y2等於320 equation2 好了,我們把 equation1 整理解釋y做subject y就是24 -x 那就叫做equation3 那 sub equation3 下去 equation1 Atura x2加24-x x2 全2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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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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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答案,要不就是16,或者x就是8 這裡你要小心點,x是8這個要reject的 為什麼呢?因為你已經是解決了 x是大於y的,當x是大於y的 所以x一定會是超過24的一半 因此,x是16的時候,y就會是24-16,即是8 所以你要加回答句 The length of each square is 16cm and 8cm respectively 這樣 好了,到第十條 它就說,解決5 is a root of this equation 什麼意思呢? 這個5就是x等於5 它說明是k的constant 即是x是variable 它說明5是root 即是可以把5字代入x 就是這個意思 這裡是一個square 2乘25加5k加5等於0 5k加55等於0 k就是-11 好了,找k 找到了 and then the and other root 另一個 知道是什麼嗎? 你計算這個equation的時候 除了5之外,還有另一個 你既然解決到k是-11 就代回去 那你就可以將它由crossman for kattachi 你計算這兩個 當然你知道x等於5這個 你不要的 因為已經出現了 我們要另一個 所以an other root is 2分1 這樣就可以了 這條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 它說明這個數字是root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x可以代5下去 好,接著到直線的題目 在這個圖上 這條直線L1的equation 就是kx-2y加14等於0 k是constant 還有一個重要的資訊 L1穿過A這點 OK 接著直線L2的minus是8 over3 然後它是垂直L1 垂直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料 OK 那麼L2和L1 它就是相交於B這一點 OK 接著就要找回 這個k這個數值 其實k這個數值不難找的 因為你一看到 A這點 在L1的直線 你已經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x就代-6 y就代-2 一看到passes through 某個point 或者某個point 拉上某條線 你就可以用這個技巧 將x座標代入x y座標代入y 所以直接寫 k乘負6 減2乘負2 加14等於0 負6k 加4加14等於0 負6k等於負18 兩邊除負6 k是正3 到B 怎樣找回B的左標呢 既然B這個是L1和L2的相交點 那即是說 你只要把L1和L2 這兩條equation拍在一起 就可以了 L1的equation有了 其實只差L2的equation L2的equation可以怎樣找呢 要slope加一個point 好了 那就找個slope 我們先找了slope of L1 就是3 over 2 為甚麼會是這樣呢 如果你忘記了的話 你可以在這裏參考 3x-2y加14等於0 我們要將y做subject y等於3 over 2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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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 L2y等于-2 over 3 x 加8 over 3 这个就是典型的slope intercept L2的slope-2 over 3 接着L2的y intercept-8 over 3 好了,接着要整理一下 就是变成2x加3y-8等于0 接着你要做的是把两条equation拍在一起计算 L1的equation 3x-2y加14等于0 第二条equation 2x加3y-8等于0 通常我们将equation1乘3 就变成9x-6y加42等于0 第二条equation就乘2 4x加6y-16等于0 这样乘的好处是什么呢? 一个正6y,一个负6y 两式双加 就变成13x 然后再加这个 26等于0 x是-2 再加到x是-2 就可以计算y y就是-2 over 3 乘2加8 over 3 即是4 所以b这点的左标就是-2,4 整条数就完成了 这条数的难度就不算很高 不过你运算的时候 特别是-2个难度就要小心点 到第12条 ab 这两点就在我的整条 整条图里面 大约 a 5-2 b -3-6 大约 m就是ab的mid point 所以我叫你写下 m的左标 ok mid point的左标 就是把 x左标 双加 除2 你记得要用平均值 就是把数字加上 ok 可以吗? 除2 所以,m的左标 就是1,2 1,2 这点 1,2 到b l1 is the perpendicular bar 这个字你会懂的 垂直平分线 即是什么意思呢? 有条线垂直ab 有平分ab ok 红色这条 就是你的垂直平分线 好了,你要找这条 整条 怎么做呢? 第一 这条的红色线 它会穿过 ab的mid point 因为它要把 ab平分为两分 by set 平分 所以 你已经知道 ab的mid point 是m l1 就会穿过m 另一方面 你就要找 ab的slope ab的slope 就是y y座标相减 除 x座标相减 即是 -1 好了,而你就知道 因为ab是垂直l1 所以l1的slope 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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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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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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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P和AMP的两个角度都是加纳度 第三,MP这条线是一样的 即是左右这两个三角度是Congrent 全等 那你就可以留意 In Triangle APM Triangle BPM MA 等于MB 以知的,因为它说明这些是Permindiculate by Sector 另外,Angle PMA 等于Angle PMB 又是以知的 因为是加纳度的,再有两个一样 第三,PM 等于PM 这条线是Congrent Line 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三角形 所以三角形APM 留意全等的符号 是一条蛇加等号 这样 原因是SAS 两条边墙加一只甲角双等 既然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所以PA 等于PB Corresponding Size of Congrent Triangle 这样去理解 当然了,另外有同学 他用不时定理去证明都可以 有同学会这样写的 BP 其实就是开方 BM的Square加PM的Square 对不对 不时定理 BM等于AM 照代替它 但你就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下面这三个人 AM的Square加PA的Square 再开方 其实就是AP 所以这两条是一样 都可以 用不时定理做到 第十二条就说完了 到第十三条 这就是Compress Number的题目 以至于AI的2022次方 加AI的2023次方 如此类推 等于-7加I AB是Real Constant 找回A和B 这里你看到次方那么大 其实有个小技巧 就是 i的4次方 再任何的n次方 都是1 OK 行不行 为什么 因为i的2次方 是-1 i的2次方 再2次方 就是-1 就是-1 所以i的4次方 其实就是-1 也就是说 i的4次方 再任何的n次方 对1的n次方 也就是1 所以我们由这里入手 你要发现到 它有些不是4的倍数 很重要 你就退出这些 AI的2022次方 即是什么 AI的2022次方 乘iSquare OK 接下来 接下来 Ai的2022次方 乘i3次方 OK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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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i的2024次方 这是4的倍数 2024 不值1 接下来 b i的2024次方 乘i1次方 好 好了 i的2020次方 就是1 i的3次方 就是-i 这里可以直接变成 i的2次方 就是-1 OK 后面 i的2024次方 1 i的1次方 i 所以你看到 有i的 放在后面 没有i的 放在前面 我们就会写 -a-b 然后加 b-a i 就会等于 右边的 -7 加 1 i 对于左右两边 红色的方法 就是-a-b 等于-7 b-a 等于-1 也就是说 a加b 等于-7 b-a 等于-1 两色双加 2b等于8 b就是4 加上a就是3 所以a是3 b是4 就完成了 要留意的技巧就是 i的4n次方 是的 接着下一条 解释了 解释了 alpha和beta 就是2x2 加mx加n 等于0 的√ m和n 都是constant Express the following 现相属m和n alpha加beta 就很典型了 A就是2 b就是m c就是n 所以alpha加beta就是-b over a 就是-m over 2 alpha乘β就是-c over a 就是-m over 2 alpha乘β就是-c over a 就是-m over 2 了 x-m over b λ 就是-m over 2 x-m over e 如果你忘了怎样计算这些分数 你试想一下分数,譬如2分1加3分1 你通分母也是2乘3,然后3加2 这也是一样,分母乘αβ 分子1乘β加1乘α 然后β加α 刚才a1计算了,就是-m over 2 α乘β就是-m over 2 如何继续计算呢? 我计算不太熟繁分数的处理 我用这条蓝色的线代表长分数 你可以把它写成除号 -m over 2 除-m over 2 除-m over 2 這個數就能夠顛倒 二是約了 變成-m over n 這樣也可以 這個數字就完成了 然後到part c part c alpha square加β square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題目 就是 直接變成 alpha加β all square 減兩個alpha beta 考試可以直接變成這個 也沒問題 但有堂慎防不知為何 我就多寫一步 就是你可以自己無中生有 加兩個alpha beta 然後減兩個alpha beta 加完減回沒問題 不過加來為甚麼 就是藍色不間這個 就變成perfect square 所以考試可以直接從第一步 到第三步 alpha加β 就是 負m over 2 記得是 alpha乘β 就是n over 2 前面這個負m over 2 就變成負負得正 正數來的 就是 m square 然後減回4 然後減回n 記得要通發母 就變成 4 然後 m square 減回4n 這就變成 這就做完了 接著 我們就看看這部分 alpha over beta 加 beta over alpha 就是 通發母 就變成 alpha 分子 變成alpha 就是 長分數線 alpha beta 就是n over 2 可以嗎 這就變成 分數 就變成 m square -4n over 4 紅色的分數線 就變成除 n over 2 隨便變成 隨便變成 後面的分子分子分子 就變成 2 就變成 m square over m square -4n over 2n 這就做完了 這就是 quadratic graph fx 就是-x2 加6k x-10k square -1 k就是0 constant a 就說明了 用mathbox compating square 找回 g1 v 就是v 負 x2 加6k x -10k square -1 先抽個負出來 只要是頭兩個term 就可以了 好 接著要加什麼數字呢 記住 bx coefficient 是-6k 所以你就要加 -6k 除2 的 b square 然後 減回 它 只要加 6k over 2 b square 還是-6k over 2 b square 其實都是一樣的 因為呢 你全部都是b square 了 好了 接著 留心了 我降低了 這裏 頭三個 藍色筆 這個 已經是一個perfect square 然後 綠色筆 這個 有個負的 紅色這個負 連上外面這個 要乘離開的 括號 所以 變成 x2 -6kx 加 9k square 好了 接著 後面綠色筆 乘這個 黑色這個負 會怎樣呢 負負營業得正 9k square 然後 -10k square -1 所以 fx 負 bracket x-3k all square -k square -1 因此 vortes 負3k -k square -1 然後 到part b 問G1 會否切成 x-axis 我們便要考慮 y等於fx 和y等於0 這兩條線的相交點 y等於0 這條線其實就是x-axis OK 所以 代替它之後 就會變成 負x2 加6kx -10k square -1 等於0 整理好 全式乘負1 全式乘負1 那就考慮這條 equation discriminate 就是b square -4 a是什麼呢 a是隱藏了1 x的 x square 是1 c 10k square 加1 你沒有理由等於0 因為你要計算 delta 一路計算 36k square 減40k square 減4 delta 就是-4k square 減4 你留意 as-4k square 是小於0 所以 你再減4 一定是小於0 所以 discriminate 相當地 只能名 數目 根本 切斷 x 因為 delta 小於0 所以沒有 增加 然後 那我到part c part c 比較麻煩 先看一下題目 part c 就是g2 就是g2 y w 是g2 叫你寫下W的座標 很多同學不知道怎樣入手 就由頭把F-X加路由頭再計算一次 這樣會變得很浪費時間 我們有一個好一點的方法 就是拿回 原本我們在上一部分計算的Wertex方式 F-X就是這樣 好了,那F-X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所有X的地方 都變成-X 其他東西沒有變 難度來了 我們依然要維持 我們依然想維持這個樣子 這個才是Wertex方式 X前面是沒有一個負號 那怎樣去做呢? 這裡就看你的代數技巧 好了,負X-3k all square 其實就是負X-3k 乘負X-3k 乘負X-3k 兩個bracket都抽個負出來 其實每一個固號都變成 X加3k 但是是square 所以變成 X加3k all square 因此 其實 F-X 可以寫作 負X加3k all square 減K square 減K square 減1 然後兩邊 再加6 其實就是 負X加3k all square 減K square 減1加6 即是 最尾就是負K square 加5 所以W呢 它的Wertex就是負3k 然後負K square 加5 接著到C2 假設O就是Origin 就問 Is it possible 是否有可能 可能嗎 這三點 Colinia 是甚麼呢 成一直線 成一直線 你可以理解為甚麼呢 Vo的slope 跟OW的slope一樣 他問有沒有可能一樣 可以嗎 就算機會多微 他問有沒有可能 如果有可能的 你就找一下 甚麼時候可以 如果沒有可能的 你就要證明 甚麼時候都不可以 可以嗎 所以我們現在去計算 兩條直線的slope slope of OW 就會是 負K square 加5 減0 接著就是 負3k 減0 好了 即是 K square 減5 over3k 然後 另外 slope of ov 就會是 負K square 減1 減0 3k 減0 即是負K square 減1 over3k 有同學看到這兩個樣子 馬上說 不一樣 所以 他們就不會 Colinia 你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 你都沒計過K出來 可能一樣 你就試一下 叫 set slope of OW 等於 slope of ov 你設定兩個slope 一樣 看看有沒有甚麼矛盾 出現 OK 兩邊都可以約做3k 因為 k是0 的constant 之後 k square 減5 等於 負k square 兩個k square 等於4 k square 等於2 你會發覺到 原來k 是計算出來的 即是說 有答案 有個k 可以令到 slope of ow 和slope of ov 一樣 不過 水耳 醜一點 就是要是正 開方2 或者是負開方2 但是多噁心 都好 都是possible 所以 是可以 s k 可以 could be find 你找到 k 出來 所以 就是possible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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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都是這樣